我们今天修行 要以什么为目标 要以清净心为目标 那我们要想得清净心 你不能不放下自私之力 有自私之力的人心不清净 有明文立养的心 他不会清净 有贪图无欲六成的心 不会清净 有贪嗔痴慢疑心不清净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阿罗汉的清净心 是怎么得来的 清净心是多么可贵 清净心生喜悦 那个欢喜是从清净心生出来的 所以菩萨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哪来的清净心来的 现在世间的人不知道 这个道理 他没发现 这种欢喜快乐 自在 六道轮回里头找不到 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 说世卫哪有法为浓 世间人贪图 这个世间的 明文立养 彩色明是水 他以为得到这个东西是快乐 这在法国叫世卫 叫世间的滋味 如何跟法位去相比 这差太远了 法位是什么 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所生的喜悦 那是法位 不单世间五欲六成 那是人物 严重的人物 那是烦恼 从五欲六成得到的快乐 我们在佛法常常把比喻什么 比喻福度 大麻飞 那是刺激 那哪里是快乐 他不动不断地在提升你的欲望 欲望没有止见 你痛苦没止见 你今天拥有一万财产了 你快不快乐 不快乐 为什么呢 嫌少了 再好 那再给你深意 悖意 千亿 还是嫌少了 给你万亿 还不够 没有填满的时候吧 那你就苦到底了 那谚语里都说得好啊 知足常弱 回头是岸了 只要回头 你就落了 你要不回头 你永远哭下去 可是真有人了 回不了头啊 回不了头的人 苦一辈子 虽然有那么多 他从来没享受过 他没有快乐过嘛 只有麻醉 一次一次的麻醉 到最后变成麻木不仁 死后 哪里去了 阿比地狱去了 是这么个果报啊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祝福菩萨 足四大德 为我们所实现 无疑不是过着 清贫的生活 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又落去了 清静 清高 他享受的是 无为之路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他享受的是 大自然之路 每一天 生智慧 不生烦恼 每一天做的功夫 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灵性 将来到哪里去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自己 也知道设法界一切众生 这就是 法位 浓于事位 尝到发位的人 再不会去尝试位 他把世界呢 那种五于六成之路的时候 抛弃得远远的 不再去沾染了 生活在世界 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清净不染 你说 多自在 多快乐 活光同尘 行事出 生福不二了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在这个地里起 随云妙用 唯一有则 智之如火 带众生 这种生活 都有意义 多么的美满 这种生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